尊敬的法師 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論語講要研討 最近在探討的是私生關係 上一節課我們講到 為師本分的第五點 從這個教學內容 我們從事教學要知道要教哪些內容 再來第二是有教無類 用平等的慈悲心來教學 這不平等的心就是用忘心 用分別好醜的心 那這個就變成造業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效法孔夫子的 昨天在一條龍課程 我們一起學習 見仁善及師旗 從事教育工作 那一定要見孔子教學的 他的風範德行 我們要及師旗 教學者不能不以孔子為榜樣 所以師長說的 學儒要學學儒要學孔子 學佛要學釋迦摩尼佛 那佛弟子從事教學 除了效法孔子 也要效法釋迦摩尼佛 我們實實以他們為榜樣 眾去遠以見跡 我們一步一步效法 跟隨他們的腳步 我們也有契祿 聖賢佛菩薩的一天 物自暴物自棄 聖與賢可循至 這個是第二 有教無類 第三 精情教學 孔子毀人不倦 釋迦摩尼佛講經說法 四十九年沒有中斷 老和尚常常說 在經典當中 沒有看過 說釋迦摩尼佛今天休假 今天是 Sunday 星期天 放假了 所以這個 毀人不倦 那當然也是要 樂在工作當中 樂在工作當中 人為什麼 一定要出去休閒 放假一下 因為他工作太苦了 他不緩和緩和 這個要繼續工作 怕撐不久了 假如一個人在工作中 就在法洗當中 他就比較不用休息了 那就樂此不疲 欲罷不能 我們看海賢牢上 怎麼說今天我不耕作了 你看海賢牢上 工作不妨礙念佛 而且你看他工作的時候 他覺得 我多說糧食 就有人可以受益 尤其剛好遇到荒年 他積累的這些糧食 就是救活 無數的生命 而照理講 善財童子 五十三餐 應該是每一個行業 都可以行菩薩道 所以我們每一個行業 都用六度的心 菩薩心去做 那就樂在工作了 所以假如我們現在 在工作當中覺得苦 可能念頭用不對了 有沒有人教學覺得 哎呀苦啊 太苦了 那這個要趕快摻 摻一摻 孔子為師之道 佛陀為師之道 我們參透了 就可以轉苦為樂了 釋迦牟尼佛 孔子教學都不間斷 這各宗是有樂的 好 那 這個為眾開法上 假如你的親戚朋友在工作當中很苦啊 那他用錯心了 現在人呢 都有他一道人生 一套啊 人生的邏輯啊 大家有沒有聽過 哇 我四十五歲我就要退休了 我現在拼命工作 一天做十幾個小時 好 因為我四十五歲以後啊 我要環遊世界啊 我要大玩特玩啊 欸你們有沒有遇過這樣的朋友 欸你看他也在規劃他的人生喔 他也挺有目標的啊 不像 很多人遊 遊手好閒啊 甚至都 迷在這些玩樂當中 他還是很有目標的 可是請教大家啊 他在工作的時候啊 快不快樂啊 沒辦法 沒辦法 我為了四十五歲 我現在不幹也得幹 大家想一想 用這樣的心情啊 幹二十幾年啊 會不會幹出問題來啊 那他真的能到四十五歲 開始遊生玩水嗎 一個人 二十多年工作心情不是很好啊 你看 他四十五歲的時候會身強體壯嗎 欸人真的不能保證當下 你要保證未來是不大容易的 其實我們能保證的是什麼時候啊 Right now 當下 現前一念 你怎麼時候 知道無常未來啊 無常迅速啊 那當然 我們最能保證的就是我們現前一念心 當然是一念真心啊 那一念旺心啦 就輪迴心照輪迴夜啦 而且一念 是邪念啊 還會招感惡報啊 念頭會招感啊 這個不能不慎重啊 比方說我們誠心念一句 拿摩阿彌陀佛啊 請問可以招感什麼 十方諸佛的加持啊 這個 十方諸佛各諸廣常舌相 說誠實言啊 稱讚無量壽口不可施依功德啊 而且都是互念念佛的人啊 十網神經說的 真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遣二死五大菩薩隨父其人 摩不能擾啊 摩不能干擾才修行 哇你看這一念的感召啊 跟我們起的邪念 就會感召我們過去生的業力啊 所以能體會一念的差別啊 就會課念 我們看孔子指導他最得意的學生 延回 延回問人 孔子說課己父禮為人啊 這很有味道啊 我們一想到人就想到愛人呢 人者愛人呢 為什麼孔子指導延回 從課己 因為克制自己的惡念邪念呢 叫自愛 自愛才能愛人啊 我們每天煩惱重生 然後我們說我好好去愛一個人 你別去害一個人就不錯了 怎麼去愛一個人呢 所以我們這個 能保證的啦 只有當前一念的 所以佛問弟子啊 生命有多長啊 第一個學生說了幾十年了 啊 啊 佛陀說你還不知道 啊 第二個學生說 啊 飯食之間呢 啊 吃一餐飯之間呢 啊 佛說了你還不知道 啊 第三個學生說啊 呼吸之間 啊 啊 啊 生命在呼吸之間呢 啊 佛陀點點頭 啊 啊 這個知道真相啊 啊 啊 世間無常啊 啊 生命在呼吸之間呢 啊 其實啊 能守住現前一念的人呢 啊 就守住未來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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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心啊 一個人在真心當中 他就不會召感這些災禍來了 啊 真心 召感來的是諸佛菩薩 啊 啊 人 人生就是感應啊 啊 就像十善夜道經說的 昼夜常念思為觀察善法 你看他都是正念分明啊 用真心啊 啊 令諸善法念念增長 啊 他的心念都是十善啊 不容毫分不善見渣 啊 是極能令啊 諸惡永断 善法圓滿 常得清淨 諸佛菩薩 急於慎重啊 你看不是招感來好的因緣啊 啊 大家想一想啊 一個人 萬得鸿鳴啊 都不間断了 一生接一生啊 他會感應什麼 感應到極樂世界了 啊 所以老和尚常常說 海賢老和尚見阿彌陀佛啊 不只十次了 是吧 啊 那他看到連四海會也很多次啊 啊 因為他都是 念佛的心啊 去招感這些靜緣啊 好 所以啊 人啊 啊 要 修學啊 首先呢 隨順聖賢佛菩薩教會 不隨順自己的想法看法 啊 我們沒有學佛以前呢 沒有學傳統話以前 我們都有我們一套一套的 人身 責理由 啊 諸位忍者 你們有沒有啊 啊 跟大家講起來一套一套的 我覺得怎樣 大家有沒有經驗啊 啊 探討一個事情啊 每個人的看法都不一樣 都覺得自己很對啊 啊 所以佛法要放下賤師煩惱啊 賤或第一個就是 生賤啊 不以為這個生是我了 啊 再來賤取賤 借取賤啊 這個都是自己的成賤啊 啊 從英推國 推錯了 啊 叫賤取賤 從果推因推錯了 叫借取賤 就都是自己的成賤 一開口 哎呀人生喔 就是怎麼樣啊 那可能就 把年輕人給誤導了 只要不隨順經典的話 剛好我們 接下來會講到 機會教育啊 你看佛陀 好多經都是機會教育是吧 機會點到了 哎佛就講這個法了 比方說有一次阿娜律 這個也是佛的大弟子 好跟其他的比丘啊 在討論 人生呢什麼最苦 第一個人說了 貪欲最苦啊 這個貪欲指的是男女之欲啊 哎呀指都指不了啊 他覺得很苦 第二個人說肚子餓最苦啊 哎呀機長碌碌啊 都發暈啊 這二肚子追過來 大家聽了這兩個比丘講的 有沒有道理啊 也是挺有道理啊 難怪孔子說 難怪孔子說 飲食男女啊 人之大欲存煙啊 第三個說 懲恨啊發脾氣最苦啊 那個火都從眼睛噴出來 不想生氣啊 控制不住啊 第四個說啊 恐懼害怕最苦啊 前怕欲狼後怕欲虎啊 每天這個提心吊膽啊 好苦啊 哎剛好佛 經過聽到了 機會教育啊 哎佛接著說了 有些人呢 是 好贏的鴿子轉世的 哦 所以他會覺得啊 貪欲很苦啊 哎 哎有些人呢 是鱷鷹轉世的 是吧 那老鷹有的找不到食物啊 好幾天沒得吃啊 哦 所以有些人是鱷鷹轉世的 他會覺得鱷很苦啊 有的人是鱷鷹轉世的 稱恨心特別重 有人是兔子轉世的 啊兔子每天很害怕被吃掉啊 哎大家聽到這裡啊 想一想 人呢帶著過去生的這個 习氣啊 你看每個人的性格都差異非常大 哎 哦 那當然呢 我們說到這裡了 還要想到六祖大師的一句話啊 本來無一物啊 何處惹塵埃啊 啊 那都過去了啊 放下放下 哎 怎麼放呢 唸阿彌陀佛啊 這些煩惱恐懼起來了 萬得鴻鳴啊 人滅重罪 啊 念佛即是智心獻啊 深深喚醒自己的真心啊 這些與生俱來的這些煩惱喜氣啊 慢慢就放下來 所以這個 很多人呢 啊 比方說 他一看到水就生恐懼心 哎大家啊 遇到這樣的人呢 要設身處地啊 不要說有什麼好怕的 真奇怪的人啊 哇 你這樣就傷了人家 我們講這種話是什麼 就是站自己的角度了 一切事啊 離不開因果 他一定過去今生呢 被水下過了 啊 所以往往很多 心理疾病啊 是過去生帶來的 哎 就有人用催眠的方法 哎 但是這個催眠啊 我覺得現在有時候用什麼方法 到時候又執著那個方法 甚至這個用催眠的人呢 又好明文立揚啊 又搞的 又陷入法難了 啊 所以啊 狂念主老其實說 還是念佛穩當 不管過去生日是怎麼習來了 就老實念這一句佛號啊 慢慢心就清靜了 都設六根 靜念相繼 好 這個 最好的方法 好 那 人 能懂得啊 啊 這個 啊 自己很多 啊 這些恐懼啊 可能都是 啊 過去今生的因素啊 啊 那就要懂得把他放下 喔 不要再去執著他了 喔 就像六祖大師 這個二祖會合說他心不安 那是妄心 那是妄心 妄就是假的 你不把他當真啊 他就干擾不了你了 把他當真是怎麼樣 哎呀我好害怕啊 你把那個害怕一直擴大 哎呀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啊 你都把他認 認假為真啊 他就障礙了 常常念阿彌陀佛 本來唯物何處惹塵埃啊 這些煩惱掛碍啊 慢慢也會淡 身處俗 俗處身 讓佛號越來越俗 這些性情啊 煩惱啊慢慢就生了 陌生了 好 這四個比丘啊 講完了佛陀聽到了 告訴他們 這一些感受啊 都是過去生影響的 接著佛講了 什麼最苦啊 有這個身體最苦了 哇你看我們當老師啊 假如這個同學啊 在討論這些事啊 都討論不徹底啊 最後你給他close 馬上一句話啊 策法原理啊 我有這個 這個機會點就抓得好了 所以老子不簡單啊 他老人家說 無有大患啊 我最大的禍患是什麼 唯無有身啊 我假如沒有這個身體呢 我有什麼好悠患的呢 是吧 有這個身體呢 就怕死了 有這個身體啊 就怕餓了 就怕好多了 所以一個人呢 這個把自己放下來 為眾生呢 就不苦了 孔子為眾生呢 釋迦牟尼佛為眾生呢 完全不為自己了 孔子說這個 孔子說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殊食飲水 屈公而整之 樂意在其中也 他很自在啊 所以那個十六集的孔子傳啊 拍得很不錯啊 唯一 有幾點遺憾啊 第一點遺憾啊 把孔子拍得太苦了 孔子是發奮妄死 樂意妄憂 不知老之將至 還有一點呢 這個齊國啊 敬了女月 敬了這些美女啊 那些鏡頭拍得有點太多了 這個就戴一下就好了啊 含蓄一點就好了 不能太多 影食男女 人之大玉純焉呢 這個度要掌握好 但這個拍片呢 也是費了不少精神 也很講究 好 所以這個佛陀你看 一開口就把理給講透了 策法底緣 這個身 好我們聽完這個故事了 我們開悟沒有啊 怎樣離苦啊 把這個身的執著放下了 就能離苦啊 就能離苦了 而且啊 常常要想啊 身是苦本啊 身老病死 怨政慧愛鼻禮 都是身心的痛苦啊 這個臭皮囊啊 不能執著 我們目標明確 取清虛之身 無疾之體 要去換一個跟阿彌陀佛一樣的身體 好 那就不能執著這個身呢 不能執著世間一切人事物 都要放得下 好 女人呢 對這個身體呢 容易執著 從那裡看出來呢 從每天花在這個身體的時間 看得出來 所以 男人女人 不同的人呢 會產生的執著點不一樣 這個都是留戀啊 這個都是留戀啊 都要徹底放下 說婆有一愛之不清 臨終被此愛所牽 神多愛福啊 這怎麼可以多貪愛呢 你看我們出家的高僧呢 也都視線給我們看 對物品有執著 有一個高僧 有一個高僧 精壁風 禪定功夫很深啊 結果呢 結果呢 他的陽壽到了 人都往請鬼族啊 來抓他了 結果一來了 他錄定了 找不到他了 所以人沒有忘念的時候 無念 是無妄念叫無念 不是無正念 大家不要誤會了 你說我什麼念頭都沒有了 會掉到無想天去 你要有正念 不能有妄念 所以那個無念 是無妄念 這個不能解錯啦 我有正念啊 正念現前 對境界寥寥分明喔 清清楚楚喔 就像夏蓮居老居是指導我們 念佛處事要用第一念 第一念就是用真心 就是用正念 所以念佛的時候可不可以用真心啊 可以啊 大家有沒有念佛念到 哇 身心舒暢有沒有 那一定念的時候跟第一念 跟真心很相近 才會有這種受用啊 大家有沒有念念念 唉唷 念不下去了 有沒有這個經驗 因為在念的時候 妄想紛飛嘛 然後就很煩躁 當然念不下去了 那鐵丁念的時候 著急啦 唉唷 我能不能一心不亂啊 或者念念念念 人我是非一直轉啊 這個都要檢查出來啊 夾雜這些念頭啊 這都是妄念的 所以念佛時一切莫管 字句分明 字句分明 平平常常 老實念句 這是第一念 哇 真的能夠 一切莫管 什麼事都放下來 哇 你念那一句 對一身佛號一身心啊 一身佛號一身心啊 都能感覺到佛菩薩的加持啊 他感覺到了也不能執著啊 你一執著了又是妄念啊 大家有沒有經驗 哎呀 我今天念佛的狀態不大好 昨天比較好 注意到沒有 昨天比較好了 他現在的煩惱起因是圓 圓了昨天的那個好了 昨的那個好了 當下能夠把這個念頭放下來 還是可以念得很受用的啊 好 所以這個 無念不能解錯了啊 這個 我們在發道群裡啊 在六祖禪經裡面呢 對這個無念開解得很好 不能解錯了啊 不是本心啊 學法無意啊 假如我們把真心理解成 沒有念頭啊 連正念都沒了 那不就變成死目搞灰了 是嗎 你到無想天去了 所以這個不能理解錯了啊 就像這個 這個 了凡先生遇到雲骨禪師啊 對坐三天啊 沒有起這些妄念啊 這個雲骨禪師覺得他的功夫很高了 是吧 就問他 他說命都注定了 沒啥好想的 啊 啊 雲骨禪師笑了啊 我以為你是豪傑啊 什麼是豪傑啊 沒有妄念 正念保持住 哇 哇 這是功夫啦 不讓妄念再起來 哦 這不簡單 哦 佛家叫保認 哇 你能見到自己 沒有妄念再起來了 哇 能見到自己的真心啦 哇 這很可貴啦 但是要保認他啦 把這個正念要繼續保持下去 叫悟後起修啦 欸 見到自己沒有妄念的狀況 啊 正念的狀 正念分泌的狀況啦 啊 哦 那會常到法喜啊 啊 世間的東西啊 就比較容易放下來 啊 世衛哪有法未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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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起修啊 啊 啊 要保持這個正念才行 啊 啊 政念一直保持住了 啊 啊 都是清淨心啦 都是定 保持到一定程度的開智慧啦 哦 好 哦 那這個金碧鋒禪師啊 他雖然禪定功夫很高啦 找不到他啦 结果这个鬼族跟当地土地公打听了 了解一下这个金碧风禅师的情况 土地公说了 他有一个皇帝赤的玉波 他很喜欢那个玉波 这个鬼族一听 有灵感了 把他的玉波拿来敲他 这么一敲 金碧风最心爱的玉波 怕人家敲坏了 出来了 出定了 一把抓住 把他带到阎罗网那里去了 这个金碧风禅师很聪明 他说 我就是太喜欢这个玉波了 带走以前 再让我看一眼吧 这鬼族也是有慈悲心好吧 那你看吧 这个禅师拿着 把这个玉波摔破了 他又入定了 抓不到他了 留了一首祭 是若人欲抓金碧风 除非铁链锁虚空 人没有念头了 心跟虚空融在一起了 虚空若人锁得住 一碗再来抓我金碧风 再来锁我金碧风 你世间还有一个 执着的物品 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你有罩门了 你有罩门了 诸位忍者 我们有没有罩门了 所以修行真干 从哪里干起来 从最难放下的干起来 修行非帝王将相所能为 要来真格的 不能做做表面功夫 要干就干真的 从难处下手 好 所以这个人 不能随顺自己的想法看法 说我规划45岁以后 怎样怎样怎样 还是要依主事到经典来思维 我们都有遇过朋友 很努力工作 不是乐在工作 三四十岁 身体就出问题了 这个跟大家谈到的 这个精情教学 因为师者所以 传道授业 且获也 那刚好有同修 问起 昨天 刚好一条龙课程 好像有同修问这个 中医的问题 别问我中医的问题 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这个 中医的问题 我最多跟大家讲三句话 叫实营有结 起居有残 不忘坐牢 地内经教诲的 所以请教人也要 有智慧判断 不能问错人 要问对人 好 不过你今天问我了 也是跟我有缘 所以推荐你 今天 这个中国时间 下午五点半 这个杨医师 周医师 他们有课程 英国汉学院邀请 八四三二七三 八八八八八八 这个 zoom号 欢迎大家 这是谈冬季养生 现在要进入冬天 还有忧郁的预防 谁要预防忧郁 我现在觉得 每个人都需要预防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工作 生活压力 确实比以前的人多很多 时代变化太快了 而且我们所吃的东西 无量受精受 所以这个饮食调理 要懂 不然当你的身体 不舒服的时候 也会影响心理 长期身体不好 心也很容易郁闷 身心是互相影响的 好 有个问题 这个我得回应 因为这个问题 因我而起 我们得要负责任 所以 承德在课程当中 跟大家交流的 假如听完之后 你反而产生疑惑 越想越想不通 这一定要问我 不然我要背因果了 我们讲学是要帮助别人 放下忧虑牵挂 分别执着 不能还搞得人家痛苦了 因为昨天有一位 雷老师问 他带初三的班 初三有升学的 这些现实状况 体制内的课程任务 特别是到了初三高三 这个学济 那 这个 我是用了一个词 叫面对这个情境 不能太理想化 你得兼顾现实状况 是吧 对啊 但是我用了一个词 妥协 那 同修就说了 那妥协不就没有原则了吗 所以我以后不用这两个字了 用这两个字 延伸出人家 起疑惑了 我以后就用不能太理想化 要兼顾现实 是吧 这样人家就不会误会了 所以你看讲话不简单 就像老和尚讲经 他很柔软 比方说 你要引导你的家人吃素 你就要兼顾客观现实情况 什么是客观现实情况 就是你家人饮食的接受度 是吧 你一下子 婚全部不用了 然后你的厨艺又不怎么地 哇 变成什么 大家吃饭挺痛苦的 你们有没有吃饭痛苦的时候 我有啊 所以我功夫太差了 一到吃饭时间 恐惧感就上来了 什么时候呢 疫情期间 被关了两礼拜 还是一礼拜 我有点不记得了 痛苦的事情 不要记太清楚也好 我有遇过这个同修 一谈痛苦的事啊 连那些细节 巨细迷在那里讲 我说这个好像也 记忆力用错地方了吧 这些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干啥 那因为啊 那都吃什么饭呢 第一 通通是凉的 是吧 人家都是集体定过来 凉的 再来呢 又油 然后呢 放一堆树肉啊 树什么啦 我就特别 对这个加工的东西啊 很敏感 吃完了又很口渴 所以每一只要打开饭盒 又期待又怕受伤害是吧 吃吃吃吃吃了那么多天啊 哇连吃饭都会害怕 那你看当我们为人家好啊 可是你太执着 你看起来是原则 事实上那个原则里面加了执着了 所以原则跟横顺众生不冲突啊 这个法才是圆融的 是吧 这个叫教人以善物过高啊 当使其可从啊 所以所有的教理啊 一定跟真心相应 真心不会执着 所以不会教人以善物过高 那种现象就执着了 不然会设身处地啊 考虑对方的接受度 甚至会沙盘推远 这样说了这样做了 可能会出现啥情况 好 所以老人家很多应激的教会 都是能考虑现在人的状态 老儿上为什么推十念法 因为现在人忙啊 你要寻寻善用 哎呀 一天才念九十声啊 不用花太多时间 他欢喜接受了 他养成这个习惯 念念念他有受用了 他会增加了 他再继续听老儿上讲经了 你越明白 他越肯干了 可是假如一开始老儿上说 不行 你们每天要给我念两个小时 下次他就不来听经了 对吗 你说要念才能出轮回啊 讲的也很有道理啊 可是心里其实有执着 有要求了 那可就不是坚持原则啦 那所谓的这个原则 就是能够让众生的心 都能不断的恢复真心 我们的做法就是符合这个原则 而今天你不考虑现实状况 比方说 学传统文化最重要 考试不重要了 那我请问你 家长还会继续支持你吗 你学校的领导还会继续支持你吗 那你没有坚固事实啊 一定遇到障碍 可是你遇到障碍了 你看他们都是没有善根 这个一禅体 那到底谁是一禅体 还很难讲啊 可能这些阻力啊 谁造成的 因为我们没有坚固现实状况 没有顾及他人的认知程度 就让别人感觉 我们特别执着 所以我们都觉得 我们要救他们呢 结果家里的人 他们觉得他们要救我 但是这个推救根源 还是我们先学的人执着了 不然学佛就是学做人做事啊 做人做事都提升了 我相信没有亲戚朋友会 会误会你 会障碍你 不可能的 我们切记啊 佛法种实质啊 实质是放下习气 放下控制要求 实质是把做人做事落实出来 所以为什么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为什么人家会反对我 我们得把原因找到啊 所以我们这个坚固现实状况 在辅导孩子课业的过程 也都在教他做人做事啊 你要顺势而为啊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在恒顺这个 要面对现在深学的这个 因缘的时候 我们也在肯定孩子的孝心啊 肯定孩子这个专注啊 有耐心啊 有恒心啊 不粗心啊 就在这些静缘里面 增长他这些善根嘛 好 那这个 这一位同修说了 随缘妙用 动了得失心 动了情绪 动了心就不妙了 可是深学主义下 不动心 不动情绪 谈何容易啊 我昨天可没有说容易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什么是真心 什么是妄心了 我们当然不怕念起 只怕厥识啊 一动得失心 观照到了 放下 动情绪了 放下 没有办法一下不动啊 我还是给学生发脾气了 也很正常 你们有没有见过 有一个人说 我从今天开始 不发脾气的 然后他就不发了 你们见过没有 假如有啊 可能是言回转世 这个赶紧要请他出来 这样呢 我就随起赞叹 让他讲课 这个我就可以好好念佛 我这个功力太差了 这些方方面面都要提升 好 所以都是有过程 深处转熟 熟处转身 这个动情绪啊 这个很熟了 慢慢 陌生 慢慢放淡 好 那个回答问题 我们 12月31号 会安排回答问题 当然有比较紧急的啊 这个 我们会在一般课程里面 在 会抓时间再回答 好 那我们进入呢 今天要谈的这个 部分 我们刚刚讲到 第三是精穷教学 第四呢 和盘托出 就是毫无保留啊 所以这个孔子 佛陀 包含师父上人 每一堂课 甚至每一句话 都是和盘托出 我们世间话叫 掏心掏肺啊 这个我们得要珍惜啊 第五呢 是因财师教 应激说法 这个都要 善巧方便 第六呢 是引导启发 我们用精句啊 来体会啊 278页 这个不奋不起 不匪不发 举一语 不以三语反 则不复也 我们从第二段开始 使为圣人教学方法 这个我们前面有谈过 但我们还是复习一下 这一句教诲 孔子是用启发式的 那我们教学的人呢 用的方法 要跟孔子相应 不能背道而耻 不然会误人子弟 你既学既讲了 导而扶迁 引导 不是硬拽着他 抢而扶意 抢是鼓励他 不否定他 这否定有时候 话用过激了 变成了伤了人家的至尊 开而扶达 这个开就是启发 不是啊 达就是通通都给他讲完了 就灌输的那种状态 大家有没有讲话 在那很着急 硬是要给他讲到他 给我点头不可 其实这种心念就已经不妥当了 我有见过同修啊 真的一开口就停不下来了 人家打哈欠了 他继续讲 人家看手表了 再继续讲 如露无人之境 这个还是要效法孔子 愤是学者 闷心求之而未悟 他一直在琢磨 但是还没有悟通 孔子乃为启示之 点他一下 你们有没有想东西想了很久 突然良师亦有给你一句话 啊 霍兰开朗 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这个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或者你听老安的讲经 突然听到来的 啊 这霍兰开朗 大家都没有霍兰开朗的经验 我曾经有一次 有一个同学 就问我 他说老师啊 这个琴磁很重啊 怎么办呢 他可能是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吧 我当下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情职重啊 对谁有好处呢 听了之后 好像若有所悟 我也不知道他悟到哪去 是后来啊 过了可能有一年多了吧 后来这个同学又提起这件事了 哇 老师你那时候有跟我提了 哎 情职重对谁有好处啊 啊 人他一直琢磨一件事啊 哎 有时候你点的那个点呢 哎 他能接受啊 他能有所领悟啊 他可能就有受用了 哦 其实我们都说情爱 情爱啊 这个爱啊 哎 爱是去爱人的 啊 你这种状况 就对谁都没好处了 你还执着他干什么 啊 哦 人有时候也是苦苦苦苦 苦到一定程度啊 哎 突然那个时候老师给你点一下 你比较容易放下 啊 像我自己的经验呢 啊 这情职太重了 啊 啊 遇到情观呢 啊 流眼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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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母亲说了 哎呀 你这个 这几个月流的眼泪啊 比你这二十多年还多啊 哎 其实我现在想想 我妈妈已经在点我了 哎 干 这个太愚痴了 没被点醒 哦 我当时候啊 只是问了我母亲啊 说我哭得这么厉害呢 你怎么都没哭啊 啊 我母亲说啊 你都哭成这样了 我再哭那场面不就失控了吗 哇 我当时候心 心突然光亮起来 啊 为什么 啊 我知道谁最爱我了 就是母亲啊 你看 她随时替你想啊 她没有为自己啦 这才叫真爱啊 啊 后来呢 就在那一段时间啊 啊 念《无量寿经》 念的时候啊 还在流眼泪啊 啊 你看 太执着了啊 可能也是欠人家眼泪太多了 哎呀 我记得好像有看过啊 有一个人 为情爱在那里流泪啊 啊 佛就提醒他了 你过去啊 伤了人家啊 啊 所以你那个泪水啊 可能要流多少多少啊 才是把债给人家还完了 啊 所以下一次大家哭的时候啊 伤心的 累的时候啊 要有警觉性 欠人家 欠人家 欲知前世应 精深受责事 但是我不是叫你继续哭啊 你已经觉悟了啊 不要用哭来还 用南无阿弥陀佛的功德来还 是要对你对他更好 要用理智啊 不要都是业力做主啊 所以当时候念 念经啊 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啊 结果念念念 突然念到 人在爱与欲知中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苦乐自当 无有待者 这个是无形中啊 佛啊 看你这么执着这个点啊 刚好透过这个经文再给你一加词 被点化了 哭不出来啊 从那一刻起啊 你哭啥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你何苦呢 你哭得死去活来 他就理解你了 他就念念为你想了 那个苦是自找的啊 我们太强求了 诸苦皆从贪欲起 贪求 贪求什么 你贪求他念念都能替你想啊 谁念念未能想啊 诸位忍者 谁念念未能想 菩萨 你怎么要求你的另一半变成菩萨 你要要求谁变成菩萨 要求自己变成菩萨吗 当你变成菩萨了 他也很快会变成菩萨 因为你是他的真上员嘛 而且他居然看到一个凡夫变成菩萨了 哇 他会很震撼啊 是吧 所以这个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说呢 他说他爱你 听听点点头 假话 别当真 当真你麻烦就大了 是吧 你一听当真了 他爱我 他的心念没在你身上 你就生气了 你就不高兴了 这是你自己造成的 跟他没关系啊 你把他当真了 当然或许人家也是真的 他是那一刻 是吧 他又不能念念保持慈悲 哇 那他就快 以后再不久就是法圣大师了 念念都是正念 念念都是慈悲 念念流露沙佛落海 所有的苦都是自己 求 贪求产生的 不甘别人的事情 真感情叫慈悲啊 他修成菩萨了 那他有慈悲心念念相续了吗 好 匪是学者研究有德 而未能说明 孔子乃未发明之 使其豁然贯通 大家有没有遇过 跟同修们在交流 然后你要表达你体会的那个呢 有点表达不出来 突然有一个同修很理解你 他就表达了一下 你说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孔子他能观察 他的学生是有所得 但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说明出来 他乃发明之 使其豁然贯通 所以若学者不奋不菲 孔子则不为启发 你看他到那个时期点 给你启发他 大家有没有经验 跟一个人提了好多次 他也没什么领悟 这个就是我们 观自己的心太着急 急着一直提醒 一直提醒 提醒不对时机点 就会让人家感觉 你很啰嗦 或者你很控制要求 反而人家会想远离你 但是假如这个老师是 这个学生是有分有肥了 他一点波 豁然开朗了 这样的老师 人家很愿意亲近 因为不到这个时机点 无助于学者对他没有帮助 陈德观察 好多学传统文化的孩子 十几岁 二十几岁 悟性被堵住了 悟性堵住是结果 原因是什么 我去观察 教他的老师 包含他的父母 爱爱讲道理 一讲就停不下来 都是灌输式的 最后就听着他一嫩一嫩的 那他这些礼堆了太多了 贯通不了 他的头会发胀 会伤脑筋 所以这个启发式教学 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举一语 而是三反者 是是等待 与人 就是角落 乌有四个角 已经启示他一个角 于三角 可以从类可知 他就以此类推 应该还有其他三个角 若此人不能以类反视三角 则不复教士 觉得可能他还误不了 不着急 不是说不教他 孔子毁人不倦 但是也是要抓时机点 好 这个举了数颗篇的一句 我们再看 这个505页 这个也是引导启发 子章问 是何如是可谓之达矣 子曰何灾何所谓达者 孔子用反问的方法 子上对约 叫问出 学生的想法 你要知其心 你才能掌其善救其失 纸上对约 再帮必闻 再加必闻 了解学生的理解 纸约是闻也 非达也 你的认为 它是闻不是达 不达也者 直指而好意 察言而观色 律以下人 再帮必达 再加必达 服文业者 摄取人而行为 居之不宜 再帮必闻 再加必闻 好 我们看一下讲要说了 纸章问了 是是读书人 要怎样才叫做达呢 纸约 何哉 所谓达者 孔子反问纸章 你所说的达 是何意思 你的理解 纸章回答了 在帮必闻 在家必闻 纸章所解的达是 在帮国做事 一国之人 都知道他的名 都知道他这个人 在帮清大夫 等于是很重要的官员 家里做事 整个大夫 全家的人 都知道他必闻其名 那孔子说了 是文也 非达也 那这里 就是说 我们领悟一些 异理 有老师可以请教是比较好 不然怕悟错了 像我们带 十几岁的孩子 其实他的领悟力 也已经慢慢在提升了 他读了很多经文 经典 他有没有可能 一文解义 有可能 可是假如那几句很重要 跟他做人主事很有关 他自己理解的篇 他又不知道 所以一般来讲 读经 还没有讲解经文 所以这些同学们 假如他自己读读 有什么领悟 可以让孩子们 有领悟可以说出来 交流交流 那有一些句子 是很浅白的 那个遇到机会点 就可以开解了 不能又死守 老和尚说不能讲解 那父母父应父反 都不能讲解 那就又产生执着点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 每天有没有可能 他撞到东西的时候 这一句可不可以拿出来 可以的 这些很浅白的 跟他生活息息相关的 亦有机缘 一有机缘 点博堂 我们遇到一个同修 他读《无量寿经》 读到如凭得宝 他把他解成 很贫穷是宝 所以他就把房子卖掉 生活就要过得很穷 你看他理解错了 他够善根吧 他都要依佛去做 你看一般的人 叫他过贫穷的生活 他不干 你看他多有善根 他解错了 那是比喻嘛 如那是比喻嘛 他把他解错了 所以为什么说 他有理解啊 这些孩子们 你跟他交流交流 怕他误错了 孔子是说 恕富贵行夫富贵 恕贫贱贱 恕贫贱 你一个人有富贵啊 结果你 过的日子是 穷得要命啊 首先 你的亲戚朋友 不能理解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会造成他的误解啊 我们不要一执着啊 就入无人之境啊 都感觉不到 可能造成别人的误会啦 所以孔子这些话很有味道吧 你是富贵 你就顺着这个缘 你去慷慨不失 你这么做 没有人会反对的啊 而且还会带动有钱的人啊 你很有钱 跑去垃圾桶里面捡食物吃啊 那有钱人看了你 哇 这佛不能学啊 学成这个样子啊 你把这些人都吓跑了啦 所以不能顺自己的意思 去修行 要顺佛菩萨的教诲 儒家 佛家 这些教诲 是指导 慎重 相信自己的意思会表错法 所以修行是修正 错误的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就像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 很多人也有他一套人生的规划 但是他不一定知道 他这个想法看法不对啊 甚至也不一定是对不对的问题啊 是你这个想法 他境界的高低啊 是吧 你要想四十五岁了 你才来过你想要过的日子 你何不调整 现在就乐在工作呢 那不是更好 是这个调整 但是我们不放下自己的想法 就调整不了了 那 答与文不同 孔子先指出 纸张所解的不是答 那只是文 这一段对我们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读书人 我们现在在修身呢 解错了 方向就错了 修偏调了 记者说明何谓答 何谓文 夫答也者 答是通答 一个人要是通答的话呢 他的本质必然正直 正直就是很真诚 柔和直直 你看那个 直直就是真诚 直直直而好意 直直 真诚 我们说诚才能感通 自诚感通 所以要真诚正直才能通 而且还要好行义事 很讲道理 你看我们要通佛经啊 佛经从佛的真心流出来了 佛的真心是真诚 人不真诚啊 你要把佛经解对啊 不大容易 不相应 所以讲学的人啊 最重要提升自己的心境 让自己的心啊 跟真诚清静 平等正觉慈悲 越来越相应 心境提不上去啊 一讲话 很难不讲错 心境偏的不知道 嘴巴出去了 在台上骂人 搞得当下气氛很凝重的 有啊 我们也有遇过啊 你说当事人 他 没有关照到 他有关照他 他就止住了 甚至于他在讲的时候 他还觉得他很对啊 所以这个心是根本的 那一个人很真诚慈悲啊 心形一如啊 你说这个人很慈悲啊 别人需要的时候 他都没有什么行为 那也不对啦 所以他好行意识 很讲道义啊 情义 所以说直直而好义 这是打的基本条件 如果没有执行 执行是菩提心啊 是真诚啊 又不好义啊 如何通达 此外啊 又要有察言而观色的知人之名 察言观色是好的啊 现在好像这个词啊 一般用好像是比较贬义词了 我们还是尊重原来的 如一讲的 察言是能察人言语 而知人家的心意 知人家的心意啊 出言才能顺人心 不要讲那些 忤逆别人的话 观色是能察人言识 而知人是七情 你察言观色 了解他现在的状态 你才知道话话能讲两分 还是讲八分呢 这是了解他人的心理的能力 一个自心通达的人啊 必能通达他人之心 自知而又知人 之后啊 急需律以下人 中庸里面有讲到 这个 能够 为 这个天地自成呢 为能静其性 能静其性 则能静人之性 静其性啊 就是自己啊 能明了自己的真心啊 静其性啊 自心通达了 能静其性 静其性 则能静人之性 人同此心啊 人同此心啊 心同此理啊 他能 很能去理解别人啊 而且佛门常说啊 自他不饿啊 举个例子 我们今天呢 在修学的过程呢 我们在对峙脾气 对峙了好一段时间了 好不容易扶住了 这是我们在静我们的性啊 我们在恢复我们的真心啊 好 你走过来了 当你看到别人在对峙习气的时候啊 你会不会说 你马上要改掉 不能等明天啊 我会不会讲这个话 不会啊 你能体恤他的状态啊 能静人之性啊 则能静物之性啊 你这个真心还能延伸到体恤众生啊 亲亲而人明 人明而爱物啊 所以 这个我们看历史当中 像曹兵 他是武将啊 可是非常仁慈啊 所以他的后代很好啊 武将啊 后代好着不多啊 他冬天啊 不盖房子 不修房子 因为你做这些事的时候啊 有可能那个墙壁里面啊 有冬眠的虫啊 你一有功臣啊 哇 他被冻死了 他是体恤到这些生命了 好 所以这里讲了 自知而又知人之后啊 急需律以下人 好 那这 读节呢 马荣 这是宋朝的大儒啊 读为自律 就是常有迁退之志 这律以下人 其实就是很谦卑啊 谦卑啊 才能守住得省啊 牵挂啊 所以为什么了凡先生 视讯里面最后叫 谦德之效 有谦啊 断恶修善才能保持住啊 查颜色 观颜色 知其所欲 其自律啊 其自律啊 常欲以下人 好 于屈原 群精平易 考据啊 这个律 是无律的检审词 好 好 无律呢 与这个大 这个志念 我没把握还是别念 好 这个意思是大凡呢 就是 当然这每一个注解都 不大一样啊 凡事都愿居于 人下之意 其实就是很谦卑啊 所以马于两世之事啊 可以并存 啊 所以人人都有傲慢心啊 都想居于 人上 果能居于人下 就是谦让而不傲慢 然后无往而不通达 所以结论呢 在邦必达 在家必达 啊 啊 周易牵挂六摇皆 其故在此 啊 刚刚那个字是念底啊 啊 大底呢 就是大凡 啊 就凡事的意思啊 啊 就是凡事都能够 迁退啊 能够啊 居人之下 好 啊 我们之前有讲过 这个 有一位台湾的高僧啊 原音法师啊 他有一本书啊 毛棚雨露啊 毛棚杂技啊 毛棚杂技啊 他有一段 法语啊 很有味道啊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呢 越学越简单 简单到只有一句啊 南无阿弥陀佛 啊 这位忍者啊 这样的日子好不好啊 啊 啊 我们别搞复杂 搞得自己心烦意乱啊 啊 好 越学越惭愧 好事与别人 坏事啊 像自己 哎 这很有味道啊 哎 这也是论语里面教我们的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正宫有罪 无以万方 不推卸责任 啊 哎 把过失往上 往身上揽 这个在家庭里面很重要啊 啊 曾广贤文说 贤人真罪啊 家里面出了什么事了 哎呀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真罪啊 愚人真理啊 家里出生什么事了 论理啊 都在那 谁错了谁错了 就是自己没错了 啊 那那个 家庭氛围就不一样了 所以老和尚有一个莫保啊 是彰显 这一个心境呢 而且是以顺王为榜样 圣人常受天下之责 而无责人之心 你看他的后母啊 父亲 弟弟 这么害他 他也没见他们过 他还说做得不够好 越修越惭愧啊 好事与别人 坏事向自己 第三 越修越谦卑 谦卑啊 是 看一切人 都是菩萨 唯我一人 十字凡夫 所以原音法师 把应主的教诲啊 拿来用啊 越学越谦卑啊 所以说 律以下人 所以我们是要当身成就的啊 善财同子 五十三餐 他是当身成就的榜样 那我们的心啊 要跟善财的心相应了 善财的心境只有他是学生 一切人事的境远 都是老师 那他当然谦虚了 他这个心境 谦虚了 那这样的心境保持住了 他与任何境界都在学习 都在提升了 所以他能当身成就了 接着 那夫文也者啊 文是明文啊 就是明器明欲了 我们昨天一条龙也说到 文欲恐啊 文过行啊 明是福报啊 想了明没有十字的得啊 很损福的啊 这些道理明白了 理得心安啊 心就不会去贪穷明了 所以有道之人呢 他是长明啊 或桃明啊 小人则真明啊 或孤明掉欲了 孔子解释答以后啊 再解释文了 文是 摄取人 摄就是他的外表行为啊 采取人 即是啊 装作人人的样子 而行为 然后呢 行为不是人人 恰与 卫装的表面相反 比方说 我们在 传统文化 讲课啊 对大众 都学老和尚 很温和善良 回到家里啊 常发脾气啦 那在外面都是装啦 不然台下 台上 啊 啊 单位家里 一不是二 是二了 小心啦 学错掉了 而且呢 他自己啊 已经 在卫装了 他 不觉得 居之不宜啊 处在卫装忍者的地位 而不疑惑 自以为自己就是忍者了 啊 因为什么 别人也说 哎呀你好慈悲哦 哇你好柔软哦 越听越舒服了 自以为就是忍者了 与人真名夺利 还自以为是 于是啊 求名 孤名 到处都有名文 啊 所以结语啊 啊 因为他很好名啊 他又很 刻意在 做 忍者的样子 给人家看啊 那当然 在邦必文 在家必文 啊 那一个读书人啊 不知不觉 落到这个地步 啊 那就太可悲了 他方向就偏掉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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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 修学的次第啊 大学讲 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是很有道理 啊 啊 啊 不然 一跳就是要利益社会大众啊 啊 啊 然后呢 啊 别人又赞叹呢 就 哎 哎 自己很觉得 是这个样子 啊 我真的遇过一个男众啊 跟我年龄差不多 啊 他就对着大众讲啊 我呢 做终身的义工 哇 把当场就大家的掌声啊 哎 诸位同修啊 面对境界不要太激动啊 不要太激动啊 你不能判断当事人的心态的时候啊 不要太急着要赞叹对方 哎 结果他后来结婚了 还生了个小孩 他就不管那个孩子自己在外面做义工啊 哎 哎 这很没有不负责任的啊 所以前面讲的 直直 和好意 请问一个人好意首先表现在哪 他连亲身骨肉他都没有情义道义了 你觉得他去做义工那个是真情义啊 对啊 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 为之贝德 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 为之贝利 所以后面这一句一个读书人 不知不觉真的会落到浩鸣去啊 这个不在少数啊 这些话提醒我们自己啊 真的不能自欺 敬而去欺人啊 我曾经劝过 不少位 讲学的 同仁 让他们要敬伦净分 你的孩子不教好啊 你还在台上跟人家讲课啊 我觉得这个底气会比较不错啊 我能欠回来的不多 我都劝不回来啊 其他的人要劝他我觉得也不容易了 因为我跟他有这个缘啊 我的身份都劝不动他了 其他的人也 我看也很不容易了 所以啊 那这些精趣啊 真的都在提醒我们啊 不能掉以轻心啊 啊 我们无量劫来 遇到稀有难逢的 念佛法门呢 念到遇到这个 可以 当身成就的正法啊 这些修学的岔路啊 这些修学的岔路啊 我们得慎之又慎 不能偏走了 好 抱歉啊 今天时间超过了啊 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印光祖师有提到啊 修行啊 首先要建立正直之见 你建立了正直见啊 你就懂得去判断境界 但是之间的建立啊 那你得依止 一个善知识 从明师受见 你接受他的教诲 一般来讲说五年学界啊 你真正专注听老师五年的教诲啊 那当然听了之后也有去做 解行也要相应才能提升嘛 那 你会了解 善知识怎么 把佛陀 把这些教诲啊 他怎么用在生活工作 处事在人接物当中 你就能去判断 那自己 算 比较幸运啊 有一点 幸运啊 因为台湾 佛教的弘扬啊 算是蛮普遍的 好 那刚好陈德就是 接受到老和尚的经教啊 就一直听老和尚讲经啊 听差不多五年 五年之后 刚好有因缘呢 就去了海狂 那也面对大众啊 问一些问题 但是因为呢 五年都听老和尚讲经啊 就他怎么问啊 很自然就会想起老和尚的教导 好 这样在境界里面呢 就有善知识的这种思想体系啊 在判断 是非善恶啊 邪政 厉害啊 甚至于考虑流弊问题啊 这些 就是我们所建议的 跟着善知识 这个善知识明师啊 修行的过来的 明白的老师啊 所以 自己还没有明白啊 不能打肿脸充胖子 所以这个李炳南老师能开三个条件 但是他是过来的呢 他能开这个 我们自己每天 动不动还发脾气啊 突然遇到有人信任了 好 你守我三个条件 哇 那这个就危险了 好 那比方说 你现在觉得自己心很烦 你有没有提起 观心为要 对啊 对啊 老和尚说的 而且这个是张家大师教给他 从根本修 从起心动念处修 你刚刚提到了 我很烦呢 你有没有观到这个烦是一个果相 你因为什么产生烦 有些人急了容易烦呢 有些人 人事分杂 他想不通会烦呢 这个都可以对应的啊 你看到了这个心偏在哪呢 要转念啊 那当然 您现在遇到的情况啊 很正常啊 包含我 这些过程 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很烦 只是不能那个时间拖太久啊 这个我是 反而没有让你们看出来 这个可能是因为 我坐在这里啊 这有 所有老和尚的老师啊 还有韩管长护法 还有老和尚的母亲啊 那我们也把老和尚的 法相还要装上去 那老和尚要装正中间啊 老和尚是我们医子的老师啊 那这样的氛围 你不容易起烦呢 可能我身边的人常常 法师皱眉头啦 是吧 他们可能就会看到了 但是自己也一直在 期许自己啊 我们是跟着老和尚 老和尚是学华言的 事事无碍啊 常常提醒自己 事事无碍 随缘妙用 自己的心有没有动了 然后平常要 佛号啊 能提起啊 要尽量提得起来 所以 观心为要 我们修行啊 我们修行啊不能朝起的 都有一个过程 深处转熟 熟处转身的过程 所以 所以 唯学第一功夫啊 要降得浮躁之气定下来 所以修行啊真的是改革性 哦 急 你要缓下来 不能朝起 安住当下 用对心 有时候我们的性格啊 容易往负面去想 哎 哎 这个要改 啊 要转成啊 都是正面 面对 事事是好事啊 转烦恼为菩提 化为基为转基 哦 哎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善才童子啊 啊 所有的人都是老师啊 哎 今天我遇到这个人 这个事啊 他是在提醒我 我要放下 什么 啊 他出现了 哎 我有烦恼了 哎 他告诉我我有这些烦恼 我谢谢他的提醒 我来放下他 哎 哎 往内了 你往外啊 想这个人想这个事 哇 就越 越延伸出 烦恼出来 所以 文呢 反文文字性 啊 这个又跟知见有关了 见地正知见了 老师说佛法是内学 要往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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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包含呢 我们现在观心围要啊 啊 观自己的心念啊 要观的深入 啊 从心缘引微处啊 啊 默默洗地 啊 观照要深 啊 那比方说 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啊 不要产生 用法去要求别人的心念 啊 哎 老和尚说要平整啊 怎么不平整呢 哎 不是这个现象 让我们烦恼的 是我们产生的 要求 要平整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人者心动了 所以人的平整在哪里修 都在不平等当中 你看到的不平等 更告诉你 我要把平等做出来 你马上那个烦恼就转掉了 是吧 你看到有人不平等了 啊 我做平等给人家看 我们就不会 陷在那个 看到不平等的痛苦里面去了 啊 而 这个老和尚有讲到了 其实也是佛陀在表演给我们看 但是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看懂 要要求自己看懂 这就是中述之道了 言以利己 要求我看懂 别人没看懂啊 能包容 能理解 哎 这样会减少很多烦恼 哦 哎 佛表演什么 派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 智慧第一 啊 跟 摄利佛 穆先连这大 这些大比丘 一起去见 唯摩姐居士 哎 他们见到唯摩姐居士 顶礼三半 又落三叉 哎 在家人 可是他是佛啊 哦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 你看这些表演 让我们不能在出家在家的像当中啊 产生分别 是吧 哎 所以普贤行第一个是礼敬诸佛啊 都要恭敬啊 哦 那我们出家人 出了家也有敬元考试啊 出了家了 别人一恭敬 哇 注释三宝一恭敬了 我们起 我们高了 那我们 我自己就在这个敬元 可能会 生慢心啊 啊 生烦恼了 哦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敬元的考试啊 啊 我们 多拉回来提醒自己就对了 哎 但是 这个老和尚这个法法啊 这个老和尚这个法法啊 我们要圆拢去听啊 老和尚有讲啊 出家人是注释三宝啊 啊 他发这个心出家 出家生活 也有出家生活的考验啊 哦 但是他有这个心 发出来 哎 这一念心啊 值得我们 恭敬 哦 而且他献这个身相 啊 也是提醒我们 啊 六根清净了 啊 要求清净心了 哎 哦 那注释三宝 二 也是在提醒我们要回归自性三宝 好 好 那 我们呢 在因缘当中啊 我们有老和尚的教诲去判断 啊 判断了 我们不生烦恼 判断了 那我们经一世啊 长一致 好 好 我们看到不平等呢 变成怨立了 我 能做出啊 在家庭 在团体里面 平等 那 那你所有这些烦恼就变怨立了 变菩提了 所以我们修学要会转 好 好 那初发心要保持啊 本来就不容易了 好 佛也说 初发心 成佛有余了 能保持住成佛有余了 好 好 那 怎么保持呢 好 那劝发菩提经文啊 很值得我们多 学习 老和尚也说了 好 好 我们要把老和尚这些心法啊 放在心上用出来啊 老和尚说他这一生的成就 当然老和尚讲的是说 我这一生有这么一点成就啊 老和尚你看这言语里面都是我们的学处啊 好 就是念念不忘 孝清尊师 哇 这个初发心就能保持了 一念父母 念师掌恩呢 就是菩提心了 就真心了 不会有忘心 参杂进来了 所以你在面对很多境缘啊 我们要关心我要看到烦恼的时候啊 我们就会 能判断到 比方 我们 念众生恩呢 比较不足 比方你跟这个人交往啊 生烦恼啊 很可能是我们没有 念他的付出他的好 反而是把他 你觉得 他的言行你哪里不认可的 一直放在心上 你对他就不容易真诚了 哦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劝发菩提心文哦 那是我们第十一组醒安大师流出来的 你所有的烦恼在他短短的这一段开始里都有答案 但是要真的把他学深入了 这些念恩心啊 等起来 我们就不容易落在烦恼 而这个非常关键在哪呢 当你跟对方相处 你生烦恼啊 就会烦恼互相招感 你念恩啊 而且你保持念恩心了 就把对方的善根开始带动 比方说他确实有错 你又不放心上 然后你又念他的好 他就不好意思了 哦 所以我们不能带动对方啊 还是我们的 真诚心啊 念恩望远不够 所以我们要培养一个 经一世长一世的态度 不要经了一件事啊 反而又气馁了 又负面情绪了 我们要学会经一世长 一个人生的见识 长一个修行的经验 让我们更会用功 更会转自己的念 这样就好 好 那个多伦多已经超过十一点 这个要赶紧休息了